中文字幕 李宗盛 科威宏盛 其实我们很厉害 我们已经订了一个题目 大家临时不讲 讲第二个 我们先关掉这个题目 先关掉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其实是很经典的 经典在于什么呢 我不需要搜索的 10年前香港话剧团做过一部剧 叫做什么呢 Copenhagen 将一部剧译成广东话 但那部剧很高档 为什么要讲《物理学》 我是去上环文娱中心看的 你看了吗 我未看 我是有现场看的 好看吗 非常好看 当时我的参与就是做观众 当时我的师兄有份做顾问 即是里面的术语 什么意思 正确的发音是怎样的 就是他那时给了票我去看 但问题是一个这么高深的学问 怎么可以透过一个戏剧讲出来 我想最有趣的是 他背后讲了一些历史关头 一些大家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一些典故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 比我原先预备的材料更适合 是发烧的 他最有名的一个叫做 测不准原理 其实他很多是关于量子力学里面的数式 如何建构 就是用一个数学的语言 建构这个量子理论出来 然后出来的那套理论 也会完全符合到 解释到我们以往见到的实验 甚至可以准确地预测到 未来我们新的量子力学系统会发生什么事 它是一个很好的数学模型去描述量子系统 Shortinger有Shortinger's Equation Heisenberg用的那套matrix mechanics的语言 其实都被认为 跟Shortinger那套方程式是等价 亦同样有效地去解释量子系统 所以他们两个双被认定是量子力学之父 是的 我们今天不是重新讲量子力学 因为我讲一百集也讲不完 但问题是在第二次大战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部剧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到今天都是一个历史之迷 就是当时德国有没有做过原子弹 我记得有一集 其实我找他们上去讲了神秘之夜 那一集就是说德国做了原子弹 是爆过 那集你找我上来吗 你不记得我 我为何你自己说 我找大家观众帮忙找回来 当年神秘之夜 我第一次与台长做节目 已经是讲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但有一集我找你 就是说德国有可能自己做过一次原子弹 是爆过的 而那次应该就是我刚刚看完那部剧 应该是十年前的 但到现在为什么它是一个历史之迷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据我们所知 到现在所知 德国是想做 但做不到 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到现在都是中雪昏运的 但当时主导的计划是海申寶的 他有份 他不是做最高主导的 但他是负责其中一个部份 是的 这本书我也花了时间去看 其中一件事 它里面提到 就是原来当时盟军 知道他是主导的计划 他们不知道是否成功 但他们估计德国成功的机会很高 而且会比盟军更快 即是绑架不了 而是暗杀了 但后来没有做到这件事 我们今天要谈这件事 就是那部剧本身 因为那部剧是一个不是读物理学的人 叫Mike O'Franco 我先查一下 台长你这本书 给大家看厚度看一看 台长你用了多久就看完这本书 一个礼拜 我是看不完 我不会看得完 我同一看的书一定会破坏 一定会散掉 一定会有notes 但不要紧 这是不重要的 因为里面没有方程式 纯粹是英文字 一定有方程式的 我看得慢很多 那部剧是说 Hansandt在第一次世界突然爆发之前 为什么是爆发之前 因为如果爆发了 他的师傅波尔就不会在 哥本哈根 甚至到后期 曾经英国想脱走波尔 因为怕他洩漏了一些 月子丹的秘密 波尔即是在丹麦 当时丹麦这个位置挺尴尬 他被德国占领了 也被迫着要跟德国 也完全受到德国的监控 就是他们那些人 但那部剧是很曖昧的 究竟是否当时 海森伯克 是想套 Newbauer 关于核弹 原子弹的秘密呢 我们先不要说 其实以你所知 到了1940年 大家都在想办法 如何分裂原子 如何分裂原子 Newbauer 其实他有没有这个知识呢 他会不会 掌握到这个秘密呢 全行都已经知道 这件事可以继续发生下去 我想最重要的那件事 都是由居立夫人及其后人 他们的发现 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有一种叫induce的train reaction 即是我们平时知道 那些核分裂反应 它是自己随机裂的 核分裂 就等于你点着把火 刚才我们提到 你点着把火 到处烧来烧去 等于那把火 是自己突然间烧起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的 我们知道那些核分裂 就是自己突然间随机发生的 但你只是有一个 自己随机发生的核反应 出来的东西就很难预计 很难控制的 但是唯独是 你怎样才可以 将它变成一个武器呢 就是有人有能力 将这个核反应 我控制到它 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 就要在哪里发生 然后出来的时候 它还可以一个生三个 再引发下一步的核反应 于是乎一个叫做连锁反应的概念 你要有了这个认识 你才可以建立出来 其实当一发现有这个 叫做连锁反应 train reaction 还有这个train reaction 不是去随机而发 而是我可以透过有道的方式 来控制什么时候发和不发的话 就变成我们可以 去按着这个连锁反应 是有一个开关键 有了这件事 基本上大家已经开始斗快 开始斗快就将这件事变成武器 但是也有人会想 我们很懂得包装 如果我能够将它控制得宜 我喜欢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又什么时候收回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能源 反应对 如果它是无止境地爆发 这个是炸弹 这个可以是一个武器 好 难问题就是 原理知 但落手落去做 本身是否有很大的技术困难 当时大家是摸索阶段 是难的 难的位置分几方面 有些是化学家负责 有些是物理学家负责 例如如何提炼浓缩油 将油的浓度提高到对的深水 以及提高到多高才叫高 4%够不够呢 90%够不够呢 现在我们很清楚的数字 就是4-5% 4%左右就足够在核反应堆用 但当时不知 是的 原来是武器级别的 要过90%才足够 好了 我知道要90% 我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将它提升到90% 就另一回事 还有原料在哪里找 是的 还有就是说 好了 就算我找到原料 有能力将它浓缩 到90%之后 我将东西放在整个工程中 才能够点着连锁反应呢 那个连锁反应不是说 刚才说的简单 你误发了它一个反应 就是它一个反应 是可以再引发其他反应 这件事是需要符合特定的条件 你的粒中指不可以太快 不可以太慢 基本上就是它们发现的方法 就是我只要配置一粒 给一粒中指 打入那个有元素那里 它就可以更加容易去分裂 去误发下一步的反应 它就透过去放射 其他的高能量中指 用那些中指再误发其他的 这个有元素再去分裂 那粒这样的高能量中指 要多高能量 要多高多低呢 不可以任意高 不可以任意低 如果它太高 我会怎样强调 这个位置我们有一个 这是很技术性的问题 怎样去moderate 这个过程 moderator 是的 现在就算是在 现在的核反应堆也好 还是在当时做核武器也好 你要想想如何适当地调节 那个中间那堆接力的宗旨 来在一个对的能量 或者对的速度那里 来可以更有效地诱发下一步的反应呢 这个就是当时德国和美国 都棘得很重要的地方 这是最努力的 樽颈位 但战后赫尘培是坐牢的 他被文官捉到一间农场中 因为是英军 偷听他们说些什么 偷听是怎样偷听的 你有没有知道 他们两个在吵架 有人说他们是废材 他们是一个农场 他们会放风在草地上散步 这些偷听器就耍毁在草地上 发现他们在拗牢 原来发现 Heisenberg不懂刚才你说的 他以为是用了重水就行了 但其实应该用石墨 其实是这样说的 用重水是可以的 但究竟有没有搞清楚 究竟用多少才能做到 他计算错了 他计算错了 他是一个这么聪明的美力学家 但他计算不太好 于是引起一个历史的原案 就是究竟他是真心想整垮 德国原子弹的项目 还是他不行 于是引起一个历史的原案 这个原案在那部剧是怎样呢 就是他在大概1941年左右 他特意去找他老师Neil Bohr 他们说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所以究竟他见师傅这一幕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成为了这个画剧里面 一个很好的作故事的位置 究竟在说什么呢 那个剧里面呢 那个剧里面 那个剧里面 我记得是喊了长教 他就不会很入育地说到什么问题 他其实在一个画剧团的对话里面 他只不过借着这个对话 去教导观众究竟核子知识而已 其实有一部份就是这样的 换言之 剧里面也没有给我们答案 没有给的 是交给大家去想的 你今天涉及了差不多百年 你觉得Heisenberg是否想做人 帮德国纳粹做原子弹 我们下集会不会继续说 会 那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好 没回答 那我们下集再回来 好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 municip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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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